主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 很喜欢用比喻来说明真理 而他所用的例子 都是当时的人很熟悉的情景 在约翰福音十章写着 主耶稣用好牧羊人来比喻他自己 主耶稣说 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 归一个牧人了 当时听主耶稣讲这比喻的人 主要是犹太人 他们必定没听明白 因为他们认为 养在圈内的羊 是不可以跟流落在圈外的野羊 混在一起的 不过主耶稣这个比喻所暗示的真理 后来果然成为事实了 盖撒利亚是罗马政府在犹太省的首都 有很多罗马军人驻守在那里 《使徒行传》十章提到一位名叫戈尼流的罗马百夫长 他手下有一百个罗马军人 官位不算小 除此之外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 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虔诚人 主要是指那些跟从犹太人去 敬拜独一真神的外邦人 戈尼流不但带领全家敬畏真神 而且还有周济犹太百姓的善行 有一天 大约在身初 也就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戈尼流像往常那样祷告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异象 在那个异象里面 他很清楚 也很惊吓地看见有位天使来对他说 神已经悦纳了他的祷告和善行 天使还指示他去找一位名叫西门彼得的人 来传讲神的信息 天使离开之后 戈尼流马上叫了两个家人 和一个在身边伺候的虔诚兵来 要他们照着天使的指示 到约帕去找西门彼得 戈尼流肯定知道 当时的犹太人 是不会到外邦人的家里去的 但是他对神的吩咐 毫不怀疑 从该撒利亚到约帕 大约有一天的路程 第二天中午 当他们三个人 快到彼得住的地方的时候 彼得正好在利用 等吃午饭的时间 到房顶的平台上去祷告 就在那个时候 神让彼得见到一个异象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 宰了吃 在摩西五经的立位纪十一章里面写着 神曾经规定他的子民 可以吃哪些洁净的生物 以及不可以吃哪些不洁净的生物 彼得在异象当中看到的 一定都是不洁净的生物 所以彼得感到非常为难 于是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已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当使徒彼得正在感到困惑的时候 哥尼流差来的人就到了 他们在门外呼喊 有没有叫西门彼得的人 这时候圣灵就告诉彼得 不要疑惑 因为他们是神差派来找他的 于是彼得留他们过了一夜 第二天就动身跟着他们去了 该撒利亚 有几位在约帕的弟兄也陪着一起去 这几位弟兄很可能是不放心让彼得一个人 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罗马军官家里去 因为他们对彼得的关心 所以愿意冒着被犹太同胞责怪的危险 到外邦人的家里去 等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 发现哥尼流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 这真是神为使徒彼得特别安排的 纯是外邦人的布道会 结果相当成功 当彼得还在说 凡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必定会因为主的名而罪得赦免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 使他们有说方言的恩赐 在那里称赞神为大 彼得看见 既然圣灵亲自降下 证明这些外邦人已经得到了救恩 所以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施洗 哥尼流一家 因此成了首批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 以赛亚书55章8和9节写着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通常我们都是把这段经文 应用在事工上 或者是人生的道路上 看见了神的带领 和我们自己原先计划的大不相同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就会很惊讶地发现 耶和华神早在主耶稣降生七百多年之前 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预告了 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神的殿将来不是专属于以色列民 而是属于万民的 这个预言对当时神的子民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谈 没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神才要向他们强调 他的意念和道路都高过人的意念和道路 哥尼留一家白白得到救恩 开始应验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预言 神首先借着使徒彼得 为外邦人打开了进天国的大门 而那几位从约帕跟着彼得 一起去该撒利亚的弟兄 很有福气地成了目击 这个划时代奇迹的见证人 感谢神 我们也都和哥尼留之家一样 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 而从羊圈之外进入了羊圈之内 受到好牧人的喂养和保护 可惜的是 原来应该在圈内的羊 却有很多跑到圈外去了 所以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一起来为耶洛撒冷祈求平安 也为以色列人 能够早日一家家 归信主耶稣基督 而诚心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